三星家奴 休得成功 厌人让你都带死 我堂堂吕布 为何成了三星家奴 张飞当即给他科普了起来 说你先败了丁元为义父 随后为了一匹马 就杀了你巴巴 任董卓做了义父 要照这么下去 天下的男人都快成你爹了 此话一出 把吕布气了个半死 当场就要骑着赤兔马 戳张飞一万个透明窟窿 可张飞也不是等闲之辈 他依靠着超乎常人的力量 杖八蛇毛一个横扫驶出 吕布顺势后翻下马 半转身之间轮圆了方天化己 却被张飞飞马踏空闪避 同时蛇毛猛地劈下 吕布电光火时间拽着马尾重新跃上马背 两人交战第一回合就难分伯仲 看得袁绍都连连叫好 面对这号称天下第一的吕布 张飞手中的杖八蛇毛 打出的角度一次比一次刁钻 可谓使出了浑身解数 他这么拼命 不是真的痛恨吕布 而是为了争一个面子 前面二哥关羽温九斩华雄 已经扬威诸侯 今天是他张飞第一次出战 自然不能落于下风 他是要斩下吕布头颅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可吕布的头怎是说斩就斩的 两人大战数十个回合后 吕布渐入佳境 真正展现出了天下第一的硬实力 而张飞却只剩下了招架的份 两人一路打到城墙下 吕布突然挑起玉笛木桩 朝张飞迎面击去 张飞用蛇毛抵挡 吕布则反手用木桩锁住他的兵器 并顺势甩飞 紧接着 他挥舞木桩朝张飞撒去 立时让张飞跌落马下 眼看三弟快要殒命 关羽策马飞奔而来 无声怒目 青龙大刀抡圆了一个协调 化解危机 趁着吕布被关羽缠住 张飞拔出杖八蛇毛重新加入战局 吕布这个天下第一可不是白叫的 面对关张两位万人敌级别的绝世猛将 愣是扛了几十回合不落下风 但随着战斗愈演愈烈 吕布的体力明显有些不知 张飞剑撞一毛抵住吕布的方天化脊 关羽看准时机 猛的一刀劈下 眼看收割人头就要完成 却不料刘备赶来搅局 他长剑直刺 挡住了关羽的必杀 刘备起了稀才之心 想用攻心之术劝吕不归降 可张飞此时打得正上头 由于张飞的鲁莽 双方再次刀剑相下 可刘备这个脚屎棍一直在救吕布的性命 即便如此 吕布仍对刘备起了杀心 危急关头 关羽一刀救下刘备 吕布的方天化脊也随之被击飞 张飞趁机发起致命一击 将吕布的战盔打飞 随后 兄弟三人同时挥动兵器 攻打向吕布 天下第一的人马组合竟被逼得狼狈倒地 千军一发之际 赤兔马一声嘶鸣 悟得弹起身来 载着吕布急速奔逃而去 刘官张三应战吕布一战成名 刘备本想放吕布一马 可张飞却心有不甘 他连连大呼不过瘾 竟自顾自地提枪狂追出去 刘备官宇见状也只好紧随而去 曹操见吕布吃了扁 当即向袁绍建议 袁盟主 贼军师兄良极难得 快传命进军吧 好 众将精力大开城门 出战董卓 曹操鼓动诸侯联军清朝而出进攻董卓 而他却带着自己的兵将直奔虎劳关 是要率先攻下洛阳 诸侯联军五十多万人马 很快把董卓的二十五万大军杀得仓皇而逃 可大劫后 众诸侯各怀鬼胎 随即停止了攻击 开始为城池和粮草争执不下 致使董卓逃脱回到了皇城 董卓谎称自己打了胜仗 还要带着天子和众臣迁都长安再出辉煌 众臣纷纷阻拦 但迫于武力 最终还是跟随董卓的大军西去了 四百年的汉都洛阳被焚为徽荐 豪身复古 寂寞入关 宗庙地灵盗绝殆尽